I just be my V 大家好,我是喜欢游瓦迪南来测 今天要说的是少丹主角五人组组一 误入百合番的球爱烧走 步步杀之 高157cm 16岁 独高2ing 现任大西圈圈会宣传委员 在安康主的4号上当通事兵 不过安康还是叫A主的时候是当车长的 还以为没有不信电而不断的踢哈拉伞 生日是6月22日 80年前是巴巴罗莎行动的开始日 aka你是纳粹最好给我懂小迪战的开创人 而78年前则是罗萨巴巴又名 巴格拉纪狼行动的开始日 习惯的战车是M26潘兴 上下的科目一定是佳政啊 他从第一块就出现了 是第一个跟每岁沟通的大喜学生 双方因为出现过几百次的套路 一起加入了战车道 当然参加的动机就是能够受欢迎嘛 他知道战车道是只有车长是可见生物吗 不过你说他不受欢迎吗 也不是 无论是二次人还是三次人 这种日子是很多人的菜 而且他也有粉丝啊 这张图应该加以caption 失恋后的笑战大叔 相信大家对于杀汁最大的印象是OP 他在OP酸奶奶一下衰成的经典 至少把OVA都要再补一枪 制作组不减五格啊 虽然现实与想象的不一样 但不要紧 作为一个青百合藩 一定有输入自己的CP 他的CP是妈子 他们从小就认识了 在TPD三话也是夜就认出了他 在同一话跟圣哥打友谊赛之前 还尽量叫他起床 而老头大作战 则是拿他的阿嬷来当林生 只能说很懂啊 标题说做学妹的妈妈嘛 严格上来说是做兔子组的妈妈 因为他就像是一个妈妈一样 细心客户美艺人 尽管你是比他们大一岁而已 这个可以在第一期化以及中章二来看出 只是当孩子问到男朋友的时候 我也可以从此看得出 杀枝培养出的 是未来大喜的超人们啊 听看超人 来吐操一下 我好像没有看过台湾人用这根 作为一个未来好妻子 拥有一些技能是必须的 他真的很会煮饭 是录制部的妮妮掌 TV第2话的时候 一手包办了烧酒们的晚餐 安西奥欧菲的时候 叫他们做意大利菜 历史话的时候 又做了炸猪排饭给他们 要知道卡兹东其他人都是马 就只有你做而已 他声称了 做这些菜都是为了给为了男友的 我说谁不喜欢马铃薯炖牛肉啊 第一个跟他告白的 确实是女生 而且还是你们都是我的翅膀级的 另外是打子很快 他是靠这招来成为通讯兵的 想不到在TV第五到里里话就用上了 对了 由于本作十年了 所以他用的是接盖式手机 一开始沙子是很讨厌战车的异味 和屁股一直顿着 不过打几炮以后就习惯了 TV6话的时候 更是要不停的射 更是说要不停的打 不停的打 铁炮多大几发都得中了 你说你说的是战车炮 四号战车的通知名座位 有怡婷MG34 用来打战车前面的步兵 不过自禁啊 沙子只用过一次 到中档2就终于记得泳泽车了 所以当时去安齐奥的时候 坐CV33的外面都给下駛 这就是车炮车上的部门 请坐在那里 好 Avantei 大奥理由上是 今天做轮机的 要调到甲板上受环红 然后又像风暴的反应 说到四号 他给了车主人一些爱称 叫miho 叫mippoli yokari 叫yukarin 一座魅碎碎与you夸夸夸有够难听的 由此也有观众给了 沙子之萨欧令 色格爱称 通讯兵是上场通讯嘛 那沙子也不例外 他在TVD时快乐兽 拿了二级业余的无限电资格 这能力在中章1的时候用上 破了拉骨的旗鱼 而巴罗伯战争的时候 他给马取了个名字叫choco 以他惊人的功力让他的听话 还能做出专业洗手的工作 不坐在马岸上 是野生的战地义骑兵啊 至于同仁 我在同仁世界对他的印象是盼 听过解释啊 作为一个未来好妻子 拥有一个鞍铲型的身材是必要的 想知道什么叫鞍铲的自己Google 不方便说啊 而且人色涂到的三维都蛮凶的 比波利表示 为什么只有我 有明确数字 第二个 是走御劫路线 两个六字笙密码送给大家 今天影片到此为止 那喜欢这条影片 欢迎点赞 留言订阅频道 我们再见 拜拜 这是个摩放在前面 摩放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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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放在手上 去心情鬼 给他几乎 摩放进去